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熊猫与它们长期共存 和谐地生活在同一区域 但各自占有自己的空间 在食物选择和营养需求上互不影响 它们的昼夜活动和季节行为上也互相协调 组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动物群体 尽管大熊猫与世无争 但在它的栖息领域里 还是有一些与它们为敌的动物 如金猫 豹 柴 狼 狼 黄猫雕等 但是它们主要是袭击大熊猫的幼崽 以及年老体弱者 因为年轻体壮的大熊猫 仍然保留着食肉祖先的凶猛 让敌人害怕生畏 所以在野外 大熊猫仍然会存在天敌 不过更多的是和谐共处的小伙伴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